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综部局中的又一张王牌 声声呼吸完美接过了《我是歌手》的大旗 再度给内云英宗树立了全新标杆 第一季的港月季热度和口碑双丰收 第二季的宝岛季虽然备受争议 但同样是其他平台难以超越的目标 观众等来的第三季虽然不是呼声很高的港月季第二季 但嘉年华之一季同样没有令观众失望 而且放在港月季和宝岛季后面更合适 芒果在利益上就已经赢了 嘉年华前两期节目的主线是中华百年流行音乐发展史 首期节目主要聚焦的是红歌 春晚经典和影视OST 一封家书 跟着你到天边 我的眼里 只有你 把耳朵叫醒等作品火热出圈 12月9日 嘉年华即更新了第二期节目 继续讲述中华百年流行音乐的故事 主要分为背后千禧年代唱作人的致敬 彩灵时代的金曲以及百年奥运三部分 毛阿敏和胡彦斌合唱了相思 这二位早在多年前互不相识的时候 毛阿敏就因为欣赏胡彦斌而给他演唱会送了花篮 这次能合作也算是缘分 宝刀不老的毛阿敏不是常驻实在是遗憾 而胡彦斌唱古风情歌在何事不过 谭维维和语可维和唱了《我记得》 是一首来自赵雷发表于2022年的新作品 一度在短视频平台很受欢迎 相较于赵雷原版的沧桑感 玉可维和谭维维合作的版本多了一份温暖美好 触动听众内心最深处 既唱给母亲也唱给所有挚爱的人 但可惜没有姻缘 否则有望成为一首出拳翻唱 孙男韩红再度合作了《美丽的神话》 两位国家对选手强强联合的能量自然无庸置疑 分队后各自带队的表现更令人期待 值得一提的是 既首期节目中不理解周深把华语音乐带哪去了之后 韩红在近日刚录制完毕的第二轮又出现争议言论 当时韩红PK输给了周深和汪苏龙 直言自己比不过流量 碰上周深和汪苏龙算倒霉 还开玩笑要拉宋亚轩上台和他俩比 场面一度非常尴尬 当前国内的各大音宗里 通常都会邀请几位高人气歌手 尽管前辈歌手们都明白是怎么回事 但大多数人不会为此发声 韩红此番言论虽然是玩笑话 但相当于直戳音宗市场的飞管子 很好奇节目组会山调还是正常放出来 彩灵时代部分 王心灵和汪苏龙两人演绎了三个舞台 其中第一次爱的人前奏响起 相信很多观众的青春DNA就动了 作为王心灵被大众广为熟知的作品 这首歌也是他每场演唱会的必选曲目 这般爱压爱压的制作人果然又是汪苏龙自己 直接从原曲的苦情歌变成了轻摇滚风歌风 更足的气势被网友调侃唱出了一种霸道总裁求爱的感觉 分别独唱之后 王心灵和汪苏龙又合唱了老人与海 尽管汪苏龙选择了作和声 但当王心灵的声音出来时 还是不禁令人感慨这就像是他自己的作品 完全没有任何违和感 对于嘉年华季的阵容实力问题 网上的争议其实不多 除了宋亚轩承担了最猛烈的炮火外 还有一部分网友认为 王心灵也不配与一众大vocal站在一起 但其实 这部分质疑着只是被王心灵早期的 甜美形象和代表作误导了 她的vocal实力是被逼扑的 能从千禧年那个神仙打架的年代突围出来 都是有两把刷子的 其实不怪观众 就连圈内的艺人们也被误导了很久 在浪解三中 当王心灵自剑要和谭维维合唱山海时 身边的队友们都是难以置信的微表情 最终 王心灵确实做到了 但可惜之后再没有能证明自己唱功的机会 如今 在嘉年华这个纯粹音宗里 希望王心灵能多唱几首大琴歌 打脸那些说他没有唱功的人 彩灵时代之后 节目组选择了致敬百年奥运之路 但可惜宋亚轩张旗合唱的 《骄傲的少年》以及陈 《处生骨》聚鸡合唱的当年情 都不贴合主题 此外 节目组安排宋亚轩在开场前 来了一段独白 讲述了他和爷爷的几个小故事 意图折射出小家和大伯之间的格局 但可惜很多观众不买账 认为这一段过于煽情了 而宋亚轩则成了节目组上价值的工具人 节目组选择了那阴和王妃的岁月 作为回顾中马百年流行音乐时的结束 确实在恰当不过 既首期节目的《跟注你到天边》后 轴身在岁月中再次开大 主歌部分甚至还能听出一点王妃的感觉 副歌部分直接惊艳全场 与唱江黄启山相比一点也不逊色 最后 嘉年华季第二期节目在大中国这首合唱中落幕 不管过程如何 大合唱永远是观众们最爱看的东西 节目组的选举也很是恰当 两期的首演出后 嘉年华季从第三期开始就要正式养队PK了 尽管经济性并不强 但节目质量应该会更高 毕竟为团队而战的胜负欲很容易被激发出来 期待后续节目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